等一下我來講得快 我因為還有一段時間要講日本時代的東西 被抓到賊窩的這個王子要怎麼辦 竟然抓了 現在知道自己的身世是大日本的親民 現在要怎樣 要一步是什麼 下一步是什麼 怎麼辦 知道了 然後呢 知道了 再來呢 頭 來 下一張 回到原點重新出發 回到哪個原點 戰敗那一點 過去我們戰敗 但是我們前一代的人沒有去承認戰敗 想說自己是戰勝國 去認同中國去了 才有今天三天去找找他 那時候你如果堅持說我在戰敗國 我是日本人 你不能叫我去做兵 沒有今天 我本來想要贏你的身份 也沒有今天 那時候就是說我戰敗很可能 我要做戰勝國 我馬上走了 所以台灣人那時候做了一個抉擇 有一個叫黃條金說 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那幾個會把我們害死 美國人說 你中國人 你說的 好啊 把你當作中國人處理 你就慘了 慘三四代 接受他們的教育 因為你認同 你的立場換了 你的立場從大日本帝國 名正言順的日本人 你繼續去中國人 當然也去找找他 現在我們過去 戰敗應該好你沒好 你去煩氣 現在笑不出來 就回到原點 1945年4月1號 下一個 重新出發 對喔 重新出發 所以我們剛才說 你是台灣人 M1742好台 都好啦 這都很簡單 你知道你是什麼人 但是我說 你知道你是誰兵不代表 你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為什麼 有人會給你祈福 我知道我台灣人又怎麼樣 你有實力嗎 我們用什麼來保護自己 法律 扣法盧 你給我 你贊贏 但是你沒有 有 戰勝者的規矩 你不能賀白銅 你不能改人家的議員 你不能叫人家做兵 不能給人家挑選 你不能改人家的國籍 這都是 所以我們用這個戰爭法裡面 去告美國 你美國這個大國 你怎麼可以親切賀白銅 隨隨隨隨隨做 你對伊拉克就沒有這樣 你只要對台灣人這樣 還這麼多台 是不是 好 我現在時間不多 我講快點 再往下走 再走 好 種族滅絕 這在安排版 什麼叫種族滅絕 西班牙國家法院 19號根據普遍管轄原則 對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前國務院總理李鵬 五個中國前任高官發出逮捕令 理由是這五個人涉嫌對西藏犯下種族滅絕的罪行 這將使得江澤民等人若走訪國外 可能遭到逮捕 中國官員強硬回嗆 哪個國家受理此事 將是自取其辱 有膽就來 西班牙是一個大國 很強的 不是吧 小國 要補散 為什麼對中國這樣 中國有做什麼 回應 說我禁止禁運 不要讓你買東西 也不敢 為什麼中國對一個西班牙這個小國家 不敢動聲色 第一個 他真的有做這個事情 理虧 第二個是怎麼樣 他講一句話 他講一句話 好像被人抓到 走到 開始搶聲回去 不然你把我抓 很可笑 很好笑 下一個是什麼 現在說得不好聽 種族滅絕不用真的殺人 種族滅絕不用真的殺人 他只要改變你的認同就好了 或者大量的人 搬你那裡幫你染 染到你不知道你是誰的人 西藏他就用這圖 你有一百萬人 我給你兩百萬人一次 給你染 你結婚之後 你怎麼會認同誰 他會是老婆 搞不清楚 我一半一半 怎麼辦 怎麼辦 台灣人也有很多幫忙 不好意思 現在台灣民進去起來 你要選擇你認同的方向 你還是有機會留在台灣 但是你又要認同你台灣人那邊 你不要再認同中國人那邊 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你有選擇權 你如果認同錯 你又繼續吃飯 你不是要 dumped 好 而第一次 台灣人也有一個知覺 過去 台灣人 到北部那邊 拜託說 不叫多多位修工 那是什麼意思 其實那itute種族 要滅掉的人 倦幸 ppy 卑微的訴求 我告訴你 你可以嫁給北人 你會嫁給日本人 嫁給福利賓人 印度人 非洲人都可以 嫁給美國人都可以 但是偏偏就是不能嫁給中國人 為什麼 我不是種族歧視 因為其他人對這塊沒有土地的野心 全世界沒有其他國家孝順這個土地 只有那些人 中國而已 中國對你這個土地很有興趣 台灣人在那邊要滅掉 所以那個母親吼出來最卑微的聲音 不要嫁給她 別娶她 會不會 她不知道 這是本人的反應 我們這台人就要找到 你就要知道為什麼 你要知道為什麼 你種族要滅掉 不好意思 你熊貓就知道 沒幾隻就要培育 你稀有的動物你還知道培育 你台灣人 你不要 西藏人你為什麼要滅掉 你中國不要把雞身說什麼熊貓 要培育 國家力量去培育 西藏人怎麼不培育 少數民族怎麼不培育 我們的高砂族剩下幾萬人而已 結果最西中就是這個高砂族的人 都去做國民黨的叫不要糟糕啊 不是嗎 對認同他們就是這一群人 最始終的啊 不能 人家已經減到沒了 你算是不知道 人口高砂族在日本時代有多少 現在剩下多少人 男生都去做鼓勵 女生都是從事特殊行業 怎麼會這樣 那就是有計畫嘛 所以我們要知道什麼叫種族滅絕的定義 種族下一張 它裡面有一個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1951年通過的一個法案 因為猶太人他們現在很在乎這種事情 因為過去也有種族滅絕 所以它定義其中有一個什麼 就是把你的小孩子送去給對方受教育 讓他混淆他的認同 我們現在就是這樣 我們的小孩子送去中華民國的體系裡面 接受他的教育 用他的語言 這就是種族滅絕啊 讓你的小孩子認同錯嘛 他不知道他是誰的人 他真正的身份認同錯了嘛 他現在站在中國人的那邊來看台灣人 才會有這個結果 這就是種族滅絕啊 不可以這樣子的 好 我不講這麼多 這太深了 這是我站在法上就法論法 我沒有說自己去編情緒化的誓言 OK 下一個 所以我們剛才講資源回收人 你資源回收人 就是百分之九十五人 台灣人都這樣 只有官家官親 剩的都沒有要管 那幾乎 影調都不知道 那幾乎人就是吃飯 睡覺 唱歌 跳舞 買東東 就是他特性 尤其香港有去看黃色小鴨 因為媒體就要看 對吧 你這是百分之 政治精英加行動派 就是我們在座各位 知道這個又會來的 頭腦清楚了 知道自己活著幹什麼 下一張 有很多人 我現在針對你們剛剛朋友講 有些人說 你跟我說這麼多 我一生就是追求自由 幸福快樂 這句 是最常有人把你趕著回來 說我講政治太複雜了 我一生就是追求自由 幸福快樂 所以不用說 這句會對 我說這不對 不對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是副產品 不是主要產品 我先講一個例子 如果有一個醫生 他說我追求 賺大錢為目的的醫生 你會兒子看 不兒子看 不兒子看 明明他一次會好 他幫你醫治五次 對不對 你說醫生用錢為目標的醫生 那怕也怕死 但是如果有醫生 他說我以治療病人提供 他最好服務為目標 因為這樣所以來的病人很多 對不對 因為來的病人很多 所以他賺大錢 這就對了 因為他順序對了 他目標對了 接下去都對了 你如果把賺錢當目標 前面都錯了 了解了嗎 那是副產品 你不知道自己是誰 你怎麼個自由 幸福快樂法 你開賓室 住地保 說what 你還是個奴隸 不是嗎 你的身分不一樣 下一張 這就是這個 你在位階在這裡的時候 沒有錯 往前走 往後走 往左 往右都ok 但是你的能量位階 就在這裡 這叫奴隸的身分 所以你怎麼上階抗議 都沒有用的 遊戲規則是 這一階的人幫你定的 上面的人幫你定的 你在抗議 他就算是笨蛋白痴當總統 秘書長說 一顆銷頭 放在那裡做你總統也可以 為什麼 他的位階在那裡 你賺到奴隸 賺多少錢沒好 你塞便宜也沒好 你主題也沒好 你叫做奴隸 你的名字寫在上面 你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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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叫奴隸 所以他就說 我們是高級的中國人 你們是低級 你是戰敗 所以我們現在說 不行 你怎麼叫這種水準的人給我管 你是美國 你就要親自恢復佔領 所以我們去顧上面這個 你不要透過這些 末流的文化給我們灌 對嗎 了解 下一張 我們搞得好笑 我們去灌之後 我們的宗教觀念 退到這邊去了 黑暗時期 為什麼 去拜他們的心 中國那裡的心 沒有科學證據的東西 我跟你說 我在高科內湖軟體科學園區 開工典禮的時候 他在怕香蕉拜拜 那時候我美國回來 他說要來參加 我說為什麼要參加 他說這樣比較平安就好了 我說我不再相信這一套 你們在座各位都是高科技業者 都在出國留美留學回來 你怎麼會做這件事 入鄉隨俗 我說我沒辦法插座 我就離開走開 那個就是你的宗教觀 停留在過去 你沒有經過科學的洗禮 沒有錯我們科技到這個位置 到2000年 科技、經濟、政治 政治還脫離在19世紀 法律的概念還要到這裡而已 你看這時間 所以我給台灣人一個名字叫什麼 摩登原始人 你其他方面都是原始人 用的是高科技的東西 摩登原始人 你們聽過 下一張不講太多 今天不講 我直接講日本 再走 今天你們時間不夠 來走走 再往上一個 所以我今天跟你們講的 就在時間上拉長你們的史觀 拉到六萬年、四萬年 在空間上從不同的觀點來切入這件事 在M170的生存角度決定觀察角度 從海島立場看台灣 歷史解碼 怎麼去解讀你手邊的資料 下一個 時間點不是那麼長 台灣現在時間那麼短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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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一陣 所謂的大清帝國 我不說清朝 你說清朝就變成中國人 有明朝、清朝 那不是朝 那是中國人 大清帝國 對台灣實施統治的時候 一部分還不是全部 在右半邊都高山做的土地 民政時期 他說建立什麼 東寧王國 你知道東寧王國勢力多大 這樣而已 我們想說 證人說佔台灣是在多大 沒有啦 只有這樣而已 他的勢力範圍這麼大 怎麼證明 那台灣人不會是會看數據 你請告訴我 你那邊編列預算 來統治台灣編列多少人 人員 每個地方建置 你花了多少錢 你的預算多少 建設部分多少 數字拿出來 我跟你講 下一張 不 要上一張 那時候 熱蘭遮成日記 那時候的貿易公司 荷蘭、西班牙貿易公司 來台灣 所有台灣的所有的數字 包括市場上賣的米 一斤多少錢 都有紀錄的 為什麼你中國人 在台灣的時候都沒有紀錄 拿不出來 他只有台南四周的地理而已 村內沒有紀錄 他也沒有那個能力去做紀錄 大清理國蠻落後的 人家是荷蘭那些跨國公司 來跟你做紀錄 全台灣做調查 樹木有多少 山有多高 有多少河流 都畫地圖 清國人畫的地圖 什麼東西搞不清楚狀況 他們科技各方面相當落後 沒有這個能力治理台灣 搞清楚 那時候荷蘭人的勢力範圍在這邊 人家都坐船從歐洲跑來這邊管你 差太多了 鄭仁公的故事就不要再講了 拿不出檯面來講 可是我們把教科書叫你去背 來下一張 再走 1735年一準就走 來再走 好啦 我們現在講到日本帝國 那是過去我們不能聽過的地方 我來念 你們當中有學行政管理的話 你就知道建立一個國家 建立新的制度要做多少事情 聽到嗎 這個從我們第一代總督 華山之際 貴太郎 乃木稀典 兒育園太郎 這個後騰心平在後面那個 他比較小張 因為他不是行政長官 總督他不是總督他只是行政長官 1895年明治28年第一代總督華山之際 軍政轉明治 1895年一準打鐵到台灣一準 他做了很多事情 以後民政委員連續要做很多政策 要執行 領台善後租稅減免預告 地方官制 委任立法制度確立 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創制 司法制度確立 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高等法院 警察制度 禮犯制度 政策 醫院設置阿騙制度 教育制度 郵便電信實施 定期航路開始 開始嘴唇 船一直來回 渡量痕改正 基本的渡量痕 這都是重點的事情 財政金融制度 就稅制改正 大阪中立銀行進出 要開集 銀行就要進來了 這才叫做一個大的國家 帝國在做事情 這才哪一年 明治28年 隔一年29年 你看 才一年之內要做這麼多事情 貴太郎 台灣總督府臨時法院 然後地租規則 實施 政治犯臨時法院 台灣公醫制度開始 國語學校預備 你看教育 醫學 第三代 明治29年 同一年 三段警備法 鴉片漸進 鴉片就讓台灣人 受侵國影響 吃鴉片 這慢慢沒有掉 教育制度擴充 民事訴訟條件 醫院設置 台灣聲張條例 這樣子 明治30年 1898年 兒育院探養的時候 警察私獄官養成機關 保甲制度實施 土地水利失業 地籍調查 大小租權 地方自治制定 基隆跟高雄主港 開始基隆高雄港 全島道路鐵路建設 沒幾年就做好 福利便宜10間 總督府醫學校設立 醫學校才能有醫生 你要建立的醫學制度 醫療制度才可以起來 財政20年計畫 20年以後獨立 就台灣可以自給自足 日本現在用銀行進行貸款 明治38年完成 離災救助基金會執事 祭事公會業全創立 蠶足廢子 蠶足白腳的 唐業政策確立 台灣神社建立 學校整備 台灣教育委會制度 下一張 你看 做多的事情 就要花多的事情 一名清清楚楚 那時候要帝國議會審核 才會通過才會撥款 才會進到台灣來 才可以建設台灣 那麼多東西 待會你慢慢看 一億兩千萬 那時候的錢多少 下一張 再來 到明治三元 1906年第五代總督 那時候做了什麼事情 農會 很重要 農會設置 內地人農業移民 事業開始 基本上來 台北市街道下水道設置 那多先進 下水道 下水道這個中間也要聽到 下水道設置 縱貫線全通 全通 那鐵樓已經做好了 後來 那個明治天王 來的時候 他們的兒子 黃太子來台灣的時候 的賊縱貫鐵路 每一站停 化學部 衛生部 中間研究院開始 阿里山開採造林事業 他不是只有開採還造林 開設博物館 松山療養院設置 第六代總督 那時候有不同事件 開設廈門博愛醫院 不同的 商品陳列館 宜蘭縣什麼東西都好了 再來 1918年 台灣電力助事會社創立 日月潭水利電氣計畫 有沒有 不同醫院 縱貫鐵路中部海岸線開通 1919年 就是 日本跟台灣一視同仁 同化政策 內地延長主義 地方自治度確定 差別教育廢止 戶籍令 胎刑廢止 那時候有發生一件事情 那時候 黃太子殿下 被台灣拿 台灣人殺人家說 這很難 怎麼看台灣人在哪裡 抗日分子 搞不清楚 什麼叫抗日分子 中華民國政策 被當作英雄 其實這都壞蛋 你明明已經台日本大國人 人家這是合法取得的土地 現在建構大日本帝國的時候 你來抗日 那就是大清帝國的餘虐 跟以前大明帝國的餘虐一樣 清朝要處理大明帝國的餘虐 日本是要處理大清帝國的餘虐 中國人餘虐 但是那時候 清國對台灣的慣例 三年一小返五年一大返 說台灣人很難管 為什麼 你沒管 在管跟台灣人要換 但是日本人對台灣人看法 結果不一樣 他說什麼 這是他總督說的 台灣思想 他回給天皇 說台灣的思想惡化 是因為有在東京留學那些人 在台灣不過幾個人而已 特擔在未到危險程度 一般人民是極其忠實順良 敢一視同仁聖恩 沒有危險的之餘 為什麼 那時候台灣人很順利 因為你管得好 台灣人自然就順了 對不對 你會照顧我們 對不對 接下去 1920幾年去歐美留學 台灣人那時候已經去後面留學了 你看他穿的衣服 搞不好比你在座的女童性還好 你看這女生穿的 法國定制服 高級定制服 你看他的項鍊 他的cutting 不是一般的 這個人叫黃曹琴 出門台灣的這個 說我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就是這個 美國人做的 這個黃曹琴 他是幼兒的 他已經都去Champaign 那邊畢業的 這個我真的 那個到科倫比亞大學生學 這個是什麼 杜聰明 來台大醫學的杜聰明 很帥哥 每一個男生穿的又好看 女生穿的又漂亮 那時候台灣人很高興 對不對 很有氣質 1920幾年 他阿公阿祖那台 下一張 那時候的同學錄 我都把你調出來給你看 對不對 好小的黑白人說 哪一個學校畢業 你看巴黎大學 黃曹琴在這邊 以後的Linoise 哪裡畢業 岩水龍 你看France 有沒有 林獻堂 他只是考察而已 他不是在國外念書的 哪一個學校 那時候台北住哪裡 台北州哪裡 有沒有 那時候黃曹琴去當什麼 南京政府外交部 那時候在日本人 跑去南京政府 去當一個外交部 你怎麼去叛國去什麼 下一個 再來 再來 大日本帝國台灣 歷代總督 是這個 我們直接看照片好了 再下一張 這張下一張是什麼 江南大軍完工 你看我們歷代總督 有空大家再一個一個去看 來再下一張 看照片好了 我直接看照片講比較快 沒有多少時間 來這是1885年 馬接剛來台灣的時候的台灣 那時候台灣是這樣 那叫做皇后旅館 他住在這裡住一面 聽說草叢咬到不睡 就穿起來 再下一張 台灣南斑嶼去 那時候台灣人的平均 收益35歲而已 35歲 很早就死了 醫療衛生條件 都根本沒有 受教育程度幾乎是零 少數人好走 那時候就死了 馬蓋就來 成立教會 開設醫院 淡水馬接醫院 還牛津學堂 下一個 那時候 大家來的時候 你看 以前吃飯都聾在醫療 腳都聾在上面吃 下一個 主日學 馬接 那時候 對台灣人 就給予教育 他覺得教育很重要 醫療 再下一個 那時候 那時候 大清帝國在台灣 我告訴你 啟聲啟廟 貪汙 抽水就是這樣 那叫做在台灣 下一個 啟聲啟廟 那種中國官僚 還帶來台灣 台灣都不需要去啟聲 來下一個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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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賣檳榔 賣檳榔 所以你現在 檳榔西施 都換成阿嬤 沒人要吃檳榔 對不對 不然每次找漂亮的小姐 在那邊賣 你要一方面 叫大家賣吃檳榔 一方面就是 口腔癌 一方面 叫那麼碎 你女孩子在賣 以後都換成這個 全部都沒有人要吃檳榔了 對不對 阿嬤有禮 來 下一張 西江蟲到 那時候叫台灣 下一張 那個 牡丹色事件 那時候 我們 我們古代祖有一個習慣 就出草 跟他們拍照 那時候 日本群說不行 來 下一張 下一張 你看 那時候歸順之後 這都是 每個部落的頭目 都走一支 在鐵骨上面掛什麼 人頭 那全部是人頭 一個一個都是人頭 那時候 在北地去台 差不多三千 三四千個人被砍頭 然後 日本人差不多四五十顆 下一個 你看 這是他們的 節慶 高砂組在節慶 大家跳舞 有 有 你看 父女 有兒童在這邊看 你看那父女手上拿的是什麼 人頭 節慶的時候拿人頭 在海海海 還有頭髮 你看 蠻可怕的 下一張 那時候 願意歸順的 就不再打算教你最新武器 怎麼 最新的 槍械 咖哩那種 日本軍官在咖 下一張 以前好漂亮的女生 高砂組的 女生 好漂亮 來 下一張 你看 上面都日本軍官 也有這些頭目 你看 兩隻腳的中間都放了一顆 都是人頭 都是人頭 怕死了 那都是人頭 下一個 所以那時候日本軍人要洗澡 嚇死了 在河裡洗澡 都要 軍人在旁邊顧著 不然頭都抖下去了 下一張 這個時候高砂組有一些人 他反抗日本人 跑到高砂組的學校裡面 把小孩子跟老師全部殺光 這剛好有一些小孩子 因為日本老師 把他們救起來 把他放在糞坑裡面 藏在糞坑裡面 這個大屠殺案結束之後 這小孩子就出來 其他照片太殘忍了 我就不放 我就放這個照片 他是生還者 下一張 再來 再慢慢願意接受教育 本來不願意拒絕 再來 你看 每個都會學會念書 第一本找 來 再來 日本的空軍就進來了 第八連隊進來 來 下一個 那時候小朋友彩色 開始畫圖了 學會圍斗 下一張 你看 第八連隊再來 飛機 第八連隊飛機 再來 再來 那時候馬鈴拉 日本拍馬鈴拉 那時候我們台北市的小學生出來遊行 下一張 原油會 老師帶小朋友做活動 下一張 這什麼 這哪裡 有人知道嗎 中山人 那中山人這最可惡 這根本不是人家的 再掛一個中山 台北公會堂 日本市台 台北市民每個人捐一塊錢蓋起來 叫做台北公會堂 下一張 這公賣局 下一張 你看我們還有山號 這溫泉 北投溫泉 下一張 這哪裡 後面這建築桌 不是不是 台大醫院 看那漂亮 你看 下一張 來 樂隊 軍樂 下一張 這就是所謂的山山路 山山路 那時候日本市台開始 就是有快速道路 兩邊有中速 再說這有慢車道 來 下一個 那個時候台北市的華山小學 對一趟西門 東門國小 南門國小的棒球比賽 照相留念 1920年30年台灣 棒球是很風行 每個國小都有棒球隊 每個棒球學員都有制服 有戴帽子 棒球帽 有手套 有球衣球鞋 球棒球棍 不是那些 不是像那個 民視上面棒什麼 用棍子打石頭 讓人騎高連 日本是來台灣治理的很好 大家都生活水準很高的 是帝國 沒有人在做一關難民在做的事情 什麼棍子打石頭 就高連跟那些程度 那時候都這樣 還有教練還有隊企 你看 還有領隊 規規矩矩的 來下一個 你知道嗎 台北市公車 那時候已經有台北市公車 買票上車 也沒有人在客人來客人 大家錢來錢去 你看 下一張 台北車站前身的前身 下一張 神社 台北神社 下一張 陽明山溫泉 下一張 建宗的學生 那時候建宗 台北第一高級中學 帝國的那種高中 那時候高中就很厲害了 就有霸氣了 下一張 這都一樣 歐洲嗎 不是 館前路走到後面 不是啦 台北市的 以前日本 你如果是什麼一般殖民 哪還可以蓋博物館 博物館 Museum 下一張 他就跟歐洲一樣 那時候的 橫崖路那附近 榮丁 下一張 空拍 總督府 不叫總統府 總督府 下一張 那時候這張照片 這不是最近的照片 抱歉 日本時代去賣 那時候就這樣 來 下一張 那時候 Live美國 生活雜誌上面 報導台北車站附近的照片 那時候台北的人 像這樣 多有氣質 是不是 來 下一張 這是什麼叫 我跟你講 這是之前的名字橋 接下去是神社 後來叫媽姨 接下去 就是做這個 毀壞了我們的古蹟 來 下一張 這是新公園 空拍 下一張 後來的台北車站 下一張 這是迪化這一屏 下一張 這是什麼 在幹嘛 在台北公會堂裡面 那時候就辦 國際標準舞比賽 國標舞 1920年 30年 台灣人跳國標舞 你看他穿的衣服 屬林在座 你們阿公阿嬤 就是這個水準 這樣穿跟他難民一樣 我們現在怎麼都不會穿衣服了 因為被那種教育教下來就是這樣 下一張 來 再下一張 打什麼球穿什麼衣 不會穿內衣去打足球 穿什麼像什麼 要有地圖 吃有吃像 坐有坐像 當然應該要有這個樣子 下一個 再下一個 鐵路局的旅館 下一個 再走 這都有出展石油 這新竹車站 我待會全島走 再走 台中 來再走 那時候台中的港 那時候我們大日本海軍 排那時候開派對 大家在吃東西 下一個 台中綠川 多漂亮 那時候跟歐洲一樣 下一張 台中街道 你看都有都市規劃 不是青條 那黑白創的 都市棋盤上最新的那個都市計畫 來 下一個 再走 走快點 我要看影片了 這是黃太殿下 後面有蘇俄 美國 各國 英國的那個軍官陪同 下一張 來 再走 上面都有寫 台中市議所 來 下一張 台中香蕉 你看 以前香蕉出國人 穿的什麼 沒有人家庭 穿的穿的穿的 沒有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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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有氣質 你現在在那裡 阿公 那個時代的人 你看 麥香蕉 你看 來 再走 下一張 三線路 再走 台中桌廳走 台中車站 再走 林船再走 走快點 那時候 嘉蘭大軍起工當天 照片 神木 那時候還要 再走 家農 下一張 嘉義市區 下一張 我們看影片 準備要放影片 嘉義市榮丁 下一張 準備影片 來 下一張 那時候是你看 彰化水源地 他們都有自來水 每家每戶都有自來水 設施才需要有水源地 儲存水 然後放到每家 那是帝國 來 下一張 那是什麼 台南 台南 下一張 台南女中 畢業的照片 1920年生 那時候就穿這樣 什麼不錯 很高興 這不錯 現在你高中女生 你來拍拍看 每一個穿著 衣服都是白襪子乾乾淨淨的 多有氣質 你去找找看有沒有這樣的照片 沒有了 已經沒有以前的氣質了 沒有了 再來 以前台南市 再來 台南車站 台南 再走 那時候 黃太子陛下來的時候 海軍 陸軍 站在旁邊 再走 高雄的運河 再來 糖廠 再來 高雄車站 再來 看起來好像是最近的照片 結果是1920年30年照片 再來 再來 另外一個 這是高雄軟式棒球比賽 那不是只有一張 我手邊有四五百張 不同縣市的棒球比賽照片 再來 那時候已經用這個了 好啦 我們放影片 時間差不多 一幾分一起來 總督府拍攝了 齁 總督府 拍攝了 大修理的世界十七號 馬冠橋確定 台灣歸屬我國 明治二大臉已經執政四十年了 他做一個紀錄片 台灣的星星 哇 你看 街上那時候已經這樣 總督府的史正式 你看這樣台灣黨都請日本和服 台灣被清朝政府當作畫外之地 台灣的居民是畫外之民 過去是這樣處理的 改立之後都變成這樣 你看 帝國神明 你看多少的消防車 大量的投資在外側 治水灌溉里番教育普及 你看 總督府已經起到那一歲了 一視同仁 我當作日本人的 台北市的夜景 那時候的夜景 記得 路燈是一個現代化電氣化的指標 一待會兒也要注意路燈 台北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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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一一年的八月有一個颱風 非常嚴重 摧毀了 原有的中國式防射 毀壞 最好 看這個機會把你蓋起來 先把它拆掉 改成三線道路 前面 那是 馬上 快點 現在高空 他很滲amos 今天 調整 台北橋 一眼 一眼 文化的星座 彩虹一座 明る気理想の 魔天の塔は 揺るぎの木 好奇の印 你看 太大醫院 那時候就要台北醫院 鉄路部 郵政局交通局 旁邊是 台灣電力公司 長都府有關底 大陸 都市 都市規劃 建築 現在介紹台北 台北 總督府以北 你看一整的小姐請得上 台北市公車招來招給人 這叫丁阿卡 去到旅館 你看坐火車 台北A期 那時候已經有計程車 Taxi還有人力車 還有計程車 還有市營公車 都有 你現在去雷門那附近 日本那附近也有很多 京都也很多 還有維持人力車 這就是剛才說的名字橋 過去就 圓山 那上面的神社 所以剛才叫表餐道 中山八路叫表餐道 幾條通 幾條通 你看 公車在四八道 還沒說火堂 一陣就去好了 中國人來賀北賀名 什麼中山堂 台北公會堂 你看 破五罐多漂亮 你看 台北放收局 那時候電台 每天播音 二十腳播音 有日文和台記 日記和台記 電台 植物園 台灣人那時候很享受 很享受帝國的那個 建功神聖 大中山 那時候有所謂的 日本人去的 大中山 大中山 做分界禮 大中山 做分界禮 大中山 以前穿 大中山 穿 那時候 所以他有一個 對照子 等一下你看 你看 中國人的地方 就開始 起床 起廟 你看 城內差異很大 做比較 日本人的系統 跟中國人的系統 你看 白蛤你看 最嚴重的白蛤 人就生成一個臉 你看 街道的那種 那已經習慣了那種蠟燥落後 吃飯的那種 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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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是藍州的 有日本的廚 還有一個 交接 現在 分開 淡水河 白蛤文庄 那個建築物還在 你可以去看 那時候 不光是 娛樂設施啊 教育啊 美術館啊 博物館 什麼都有 高爾夫球場 你看 那時候在打高爾夫球 那個中國人看得太多 不知道 是什麼東西 你看 淡水高爾夫球場 那邊有 對啊 你現在就知道 你看 國民黨都不會跟你說 那時候 台灣哪一個人要打高爾夫 台灣哪一個人要打高爾夫 開拓 多先進啊 叫帝國 哪一個人叫帝國 日本帝國 他就 影片為證嘛 所以我上面後 現在有別說 比現在還好 你看 路燈 你可以注意的東西 路燈真的不簡單 路燈你都要埋設的 你看 路燈 電力在供應 這不簡單 你看 那時候我們怎麼做地 你看那個過程 前面這個先不講 那是一定要做的方法 等一下 你看 你看 機械化 全部自動機械化 生產線 日本時代就是這樣做的 你看 那時候不是 落後是中國 不是 不是 我們本來是先進耶 我剛才說 爛的系統進來了 那時候如果沒有去中國人走 我們現在跟日本一樣 你看 乾淨俐落 整齊化 這時候 大家又打破他了 台中 你如果揮車 近戰 你就能看 你有沒有漂亮嗎 好有氣質喔 你看那 路燈 齁 幾百幾百 一條一條一條 很漂亮 你看 路燈還有設計的 柳川綠川 台中區 台灣的京都之稱 台中就台灣的京都 彰化銀行 你看 你只能有街道的寬度 都不會 沒有亂七八糟的招牌 都不會亂七八糟 都不會亂七八糟 柳龍有經過設計的 統一規劃的 這罐才是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 不然怎麼亂七八糟 並不適合去 台中公園 一陣噴水池 齁 多簡單 一陣就做到 水壓鐵管 日月潭發電 十萬千萬 一陣已經從日月潭發電 供應全台灣的 電線 高壓傳輸的電線 一分時代做好了 你看 一陣就這樣了 喔 直接來送 往南北送 台南 歐蘭達人的捕 平成功的領帶 民調的吉他 各時代 各時代 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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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簡單 又是路燈 你又可以注意 幾公尺就一個路燈 阿里山鐵道運送木材 那一陣子就好了 齁 前時 植林を行おうと 極めて大規模な経営を行っております 伐採した木材は我国唯一の 特殊な運載者で 先天右極のスパイラルと 数回のスイッチバックによって下り 鍵に輸送されるのであります 家儀是集散地 你看連嘉義的街上都這麼漂亮 繁榮 你看 家儀也很漂亮 登山口 一陣家儀最大的木材集散地 全部都是機械化 十六万坪の台湾総督府 永林除系の巨木場に 最新式の製材機を装置し その規模の大いなることは いかなる巨材をも自由にし 本邦製材工場中 稀に見るものでありました 東洋一の製材所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 ここに 砂糖 砂糖 砂糖也是一個很大的 産業 でも この領土になった頃には まだ幼稚なものではありましたが 他総督時代に 総督府の手で奨励所となってから 次第に発電し 你看連鐵路、鐵道都弄好 運、運這些東西 ながい愛の理想でありました 自負自足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しかしこの間 聖刀記者の努力は 真に涙ぐましいものがあります 自負自足ができる 台湾東洋の地位は キューバ、インド、ジャバの地位で 第四位に住んでおります そして我が国東洋の中心 すなわち 工場的規劃 很現代 裡面還做研究所 大いに花が高いわけであります 国の文化の程度は ストローの消費率 すなわち一人当たり どのくらい砂糖をなめるかということで わかる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 でありますから 文明人の皆様方は どしどし砂糖を召し上が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ものであります 規律であります 你看 一つ 機械化的設備 別 這些機械化 非常人力 非常人力 非常穀 世界大戦前までは 一人当たり5キロに過ぎなかったのが 今日では文化の程度も済み 砂糖を原料とする 成果、練乳、缶詰その他の工業が発達し 消費高も戦前の2倍以上に増加して 一人当たり13キロ 日本の砂糖消費高は ここ10年間に平均70万ピクルずつ増加してまいりましたが その上気候が熱帯であるがために 異類も多くいらず 所食をしてもっぱら金券貯蓄一方でありますから 内地の百姓に比べると台湾の農夫は 羨ましいほど有利な立場にあるわけであります 鉆頭 工場に送られてまいりました鑑賞は 機械化学のメカニズムな音に乗せられ 聖刀の第一関門で汁を絞り取られ 絞りかすすなわち爆発はそのまま それをもっと持っています 花瓶と貝をするものだけで 調味料と同様が作られました free糖作酒精 一般にもちろん人は 洋精者の人がそれぞれが 無水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は 絶対者が犠牲を払って 国家の燃料国策に循環封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か 小徒夫 在東京試験所裡是 監測的重水度多的東西 甘蔗萃取酒精 試驗所 唐葉試驗所 燃料自己的國策 你看看 吃什麼什麼 好像現在的狼蝶青 我沒看 看那個ロレックス的 看那個 一樣齁 江南大俊 烏山頭 1930年4月竣工 1933年 東洋第一の水利事業で 台南修華 15万工具に 給水しております 水路の延長は 幹線26里 4,280里 この大衆が 竣工して以来 米、館書等の増収が 年額240万円に達しております 三年輪作が この給水利用の特徴であります この給水利用の特徴であります 去國用了齁 見面 太高了 你看那個 これ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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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借の これが 台南大に 台湾南部における 最も重要な要項を持つ 新興都市で 高尾州の使徒であります 海岸線の 極極極極少ない本島にあって 北にきいる 南高尾の 二大港湾があります この一つの 南方の高尾港は 台湾南部の物産 砂糖、爪、バナナ、パイナップル、セメント等の輸送に 重要要項であり また、遠洋漁業の本拠地で 同時に帝国南新国策の削減地であります 高尾は近日工業都市としてもますます躍進しております 今後の高尾の役副は 工場の規劃 沒有亂用 はい 今日の後の世界で 東北に行ったら 東北に行ったら 游輪,來回 內台定期航路吼 內地跟台灣,那些內地是一棍吼 內地,那些內地 託職金融事業等種既拡散 台灣には,まだまだ開拓的慮存在 台灣託職的指名是一人 台灣託職的指名,內地是日本 又要台灣 還有無線鏈受信所 有限,海底有限,上面有無線 無線電話 我們是東京、大阪、福岡、台北的一天的聯絡 內地和台灣常常接受 産業和経済、南芯國家 我們是全國一致的追考 高砂組的 也有大學生、專科、學校學生 也有當巡查、警察跟老師 我們也是日本人 高砂組 要求更正 我們今天看到這邊 各位同心 我這裡有五位同心還沒拍識別證的 新竹州、王貞淳、林美惠、翁玉祥、高雄州、施炫竹、黃鳳昭 以上五位 等一下吃完飯六點半去前面辦公室拍照 六點半 可以下課休息 餐廳那邊吃飯 餐廳那邊吃飯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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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